大家好 今天呢我主要想讲一下 我认识的杰斯制度的三大特征之一 传统的双轨制呢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说大家伙呢都会 全力以赴的发展自己的双腿 而处于双腿上的人呢 明显就有很大的优势 也有很大的动力 而处于双腿以内 也就是内腿上的人呢 那么他们得不到双腿 大腿上的人的支持 所以说他们呢处于劣势状态 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弱点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这个图呢 可以显示一下 希望能看清这个图 就是脸门这条腿上的人呢 那么处于很大的优势了 那么在这个杰斯公司 这个管理制度 他的加入呢 给传统的双轨制带来了活力 带来了绝对的生命力 不论是 不论是 他有三个 不论有很多级别了 他的第一个级别翡翠 第二个级别珍珠 或者是蓝宝 他们所要求的 这个达到合格的 所推荐的人数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都是一比三的比例 翡翠呢 是要推四位 就至少一位 在一位 一边是一位 另外一边三位 珍珠呢 一边是两位 另外一边六位 蓝宝呢 至少一边三位 另外一边 那就是九位 他们都有个很有意思 就是一比三的比例 今天呢 我就用这个一比三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他这个管理制度 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这个 这呢 就是 比如说 这是我 那么这边是一个 很强的要大腿 上线呢 会放很多人 那么我在启动以后呢 我就会在我的弱边 放三个人 而在这边放一个人 这是按照公司的要求 至少一边要放一个人 另外一边放三个人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呢 这三个人 都又开始活动 那么这个人呢 他也会在 这个公腿这边 放上一个人 那么呢 在他的自己的私腿上面呢 他也就会放三个人 那么这个H这个人呢 也同样 在公腿这边放一个 那么呢 剩下的呢 在自己的私腿上呢 也按照要求 放三个人 那么Z呢 也是同样 在公腿里边放一个人 那么在他的私腿上呢 也放上三个人 大家看出来了没有 这个有1比3的比例 那么就使得这个呢 又保证了这个公腿的持续性的发展 同时呢 又保证了自己私腿 里面的人呢 都会得到上限的一定的帮助 这就是这个杰斯公司 他的这个管理制度的引入 1 3比例 那么就克服了 传统的双轨制的这个问题 使得这个中间的人员呢 得到军层的发展 这就是我对杰斯公司的管理制度的了解的第一点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你值得信赖的一个公司 这个方法是值得你信赖的一个方法 那么欢迎你加入我的队伍来 我会帮助你了解更多的关于杰斯的一些这个奖金制度 好以后呢 我会分享我认为杰斯的另外两大特点 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再见